情趣职人 台湾最大情趣品牌代理商 这次带着他们的飞机杯 第一品牌Makos来踢馆 好用的飞机杯 可以带你飞上天 凡购买日本Makos生徒会长 赠送专用USB加温棒 体验温暖包覆 商品种类最多最齐全 价格实在优惠 不怕买贵了 包装隐秘 取见安心 最懂情趣 最懂你的情趣职人 立即Google搜寻 情趣职人带你飞上天 输入专属折扣码 I Believe即可想全管八五折哦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超开心 终于约到了这位贵宾 王志安 耶 还可以拍手 对就是我们这次 特别飞到东京来 然后跟王菊 就是大家常常称他为王菊嘛 王菊见面 那因为王菊的身份跟背景 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有趣 而且我们有很多中国的听众 一直跟我们说 欸我们如果到日本的话 一定要约王菊 因为王菊很多观点啊 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跟我们聊 搞不过会并出新的火花 Right 所以王菊你现在从中国搬到 算搬到日本嘛 应该算是回不去嘛 回不去嘛 你在日本待多久了 大概差不多三年了吧 三年了 对 那你之前在中国是在中国的央视 CCTV那边当记者 对不对 对我在那工作了18年 哇 哇好久哦 央视18年 18年 哇靠 18年前在家3年 是20年前左右 对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 你开始进去的时候 大家是对中国有美好愿景 觉得中国未来是有言论自由 采访自由 那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嘛 但是我当时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 是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嗯 就是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变化 几乎每个领域 比如经济领域那样 你可以看到 他可能在改革啊 工人在下岗 民营企业在发展 然后呢 媒体的环境里头的 就是还是有了 除了博有的这个媒体 以外 嗯 有了一些市场化媒体 比如说南方周末啊 他们这些 他就不一样了跟过去嘛 嗯 所以你就感觉到 那个时代 他实际上充满了希望 我们想不到 比如说将来有一天 就完全会实现 彻底的言论自由 但是给人感觉 好像是明天 比今天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那时候的氛围是这样子 那你最一开始 为什么会想要去当记者呢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我这辈子差不多可以干什么 哇这么早 对 就是这四种职业 哪一种呢 就是教师 就当老师 嗯 一种呢 就是当律师 哎 就给别人打官司 第三种呢 就是当记者 第四种呢 我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能够当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 对 我这辈子 我就想 我差不多就这四种职业 可是 可是中国的国会议员 要党员嘛 对不对 一定要 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还想 将来也许有一天 就想象说有一天可能改革开放 对对对 真的全部开放 是的 那个时候给人感觉是曾经有过这个希望的 比如说基层的人代代表也选过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选过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敢想的 所以这几种职业呢 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陆陆续续啊 基本上都试过 比如说我当过两年的大学老师 然后后来呢 我虽然没有当过律师啊 但是呢 我曾经想当律师 我去帮别人打官司 可以没有律师执照打官司 就是你用公民代理的方式 帮别人去诉讼 我都赢了 这么厉害 对对对 到现在为止 我帮别人代理 我六七个诉讼 全都赢了 没有输过 那公民代理也可以这样收费 不收费 不能收费 不能收费 纯粹是出于爱好 兴趣 愿意打官司 因为你每次打官司的时候 对方是专业律师 最后都败在你手下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很爽 对吧 那通常找你帮忙 会不会是也没有钱请律师的人 是这样的状况 有的是 有的不是 很像有的我的同事嘛 因为他一开始 他面对那个为公司去起诉他 他不知道怎么弄 他很害怕 然后呢 因为普通人没有诉讼经验嘛 所以的话 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麻烦 很紧张 我说不用着急 我来替你打 就赢了嘛 他们对你也蛮心 所以我真的输了怎么办 然后后来我在洗手 在方舟子 他们那个就是诈骗的时候 那其实我是组织这些受害者 组织完之后 我说你不用着急 我来替你去打 你们只要签个名就行了 这样的话 真的很赶 你都不怕自己 最后都赢了 而且都赢了 我们那个案子最后 还要回来了三百万人民币 所以律师 你其实是我也干过 第三种职业就是记者 就这几种职业 有个共同的特点 它基本上都是需要一个 比较好的口才 就是你语言表达能力 要比较强 再有一个就需要一个 比较好的逻辑的思维能力 和比较理性的 看待事物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 我大概其这辈子 就是会做这几种工作 因为我的性格 我知道我也做不了官 是吧 我去当官的话 我这种性格可能被人整 对吧 我做生意呢 我脑子也不是特别的灵光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这一辈子 基本就是干这几种职业 我现在唯一没有做的 就是没参加过选举 国会议员 对 没参加过选举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 那可是你自己 怎么会选央视呢 那个时候想做记者的人 大家目标都是央视吗 央视呢 那从电视来讲 那肯定是最好的了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中国的那个 对我们来说 央视是外宣 对台湾人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中国的媒体 它分级别的 比如电视台 线里头也有 市里面也有 省里面也有 中央台 然后是中央电视台 在这些所有的媒体 它分行政级别 线电视台的级别 是最低的 然后呢 省一级就稍微高一些 到了中央电视台 是最高的 这些电视台级别高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它聚集的能力大 节目影响力大 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你上卫星 全国都能看得到吗 对不对 你线电视台 你就只有这个线 能看得到吗 第二个 这个有级别的以后 你出去采访的时候 你拥有一种 无形的权利 你线电视台 你去村子里采访 村长是买你账的 你去市里采访 那市里不听 你线电视台的 因为你比他第一阶 对 他给那个县里头 那个宣传部打个电话 他就走了 但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 去省里去 省里他们就怕我们 他就指挥不动我们 那我们要是到市里去采访 那市长会很害怕 所以他拥有一种隐形的权利 所以你在内地 在中国你要做节目的话 做记者的话 你肯定是想去 那个级别最高的媒体 那那时候的央视进去 会有什么考试吗 还是有什么要求 我跟你讲 需要当背景调查 需要当党员或什么 我当时那个时候 我刚才不是讲 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事 对啊 中央电视台原先 在没有改革之前 它是一个非常控制严的 这么一个机构 不经过背景调查 不经过正式的证审 不经过考试 你是进不去的 但是在上个世纪 90年代的时候 就乱了 这乱了就是中央电视台 有很多部门准备 要搞改革嘛 要成立新的栏目嘛 然后这个时候 它实际上没有人嘛 它编制内 这个数量很有限嘛 于是就开始 在社会上随便招人嘛 就是反正需要招太多人了 但干脆就是 它就放开了 放开了就是 任何一个栏目 自己都可以招人 就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 他看你顺眼 上午见面 觉得你也可以 下午 你就可以出去采访了 哇 我就是通过那种方式 进的主要电视台 居然有曾经这样子的年代 我真的很难想象 对现在所有人都很难想象 央视人 央视人 对 所以 其实他们既不查我的档案 也不查我的户口 也不做任何背景调查 你觉得查了 你可能进不去吗 查的话 这个 因为我当时参加8964的时候 那个档案里头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 但是实际上 这个 他当时是完全不查的 就是那个 我还记得 我进中央电视台 他当时是在我们 因为我在北大读书嘛 北大的三角地贴了一个广告 就是招人 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 当时东方时空 那在中国真的是 非常非常火呀 他每天早上起来 大家早上起来 要看电视 都打开 看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有几个栏目 有那个生活空间 讲的都是老百姓的 普通人的记录 再一个就是焦点访谈 他就是拍那些社会上各种黑暗的那种事情 然后揭露出来的 哦 中国可以有这种拍负能量 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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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 他们就是把那个广告贴到北大的校园里 说不需要你去学过新闻 你只要愿意做 你感兴趣 你就可以来 我就去了 当时有两百多个人在那个地方 就是相当于考试吧 其实也不是考试 就是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那边后边支了一个摄像机 进去之后坐到那 那个制片人就问了我两个问题 他说现在这个天价月饼啊 外面这个包装盒子 这个很贵 都是个浪费 你怎么看呢 我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嘛 问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也没这么难度啊 我就随便回答了 我就录进去了 你记得你回答什么吗 我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就是很随意 就可以进入到中央电视台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那你进中央电视台 经过多么复杂的一个程序 真的不需要 所以我就说那是一个神奇的年代 神奇的年代 现在是完全没有可能 现在是 不过刚刚我听到一个关键是 是八九六四 所以你那时候曾经是有参与过 对八九年的时候 我在五大读书嘛 我是我们五大的学生的那个领袖 我后来就去北京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待了十几天吧 我后来在五月三十一号的时候 回到五大 然后呢在五大又继续参与活动 然后最后那个在六月九号的时候 离开了五大当时 所以基本上整个武汉的这个学生运动 也包括北京的比较核心的那个时期 我都在 但是我镇压的那个六月三号晚上 我不在北京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干 吓死好像有离开 或者是那时候想法 我因为当时没有想到会镇压 虽然你看到街上 就是那军车开到北京的街头啊 我们当时组织那个和平赶死队 我当时是一个和平赶死队的头 在北京的街头啊 我们都叫赶死队 就是在头上扎个这个白色的袋子 都是大学生嘛 我们就是给那些当兵呢 就宣传了 就是让他们不要去镇压学生 当时是没有想到 我相信啊 其实直到六月三号 那天开枪的时候 普通的老百姓 也包括普通的学生 是没有人想到 这解放军真的会拿枪 去打这些学生的 因为过去所有的意识形态里 讲的都是人民子弟兵 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是军民雨水情嘛 对 那共产党多年宣传不都这样吗 我们当时去在那个街上 把那军车拦下来的时候 北京的那个普通的老百姓 就给那些当兵的送面条 煮好的面条 里头放上鸡蛋 那老太太就跟那个当兵的讲 他说啊 你们把这面条吃了 但是你记住啊 你可不能对学生 这个随随便便的 这个要打学生啊 语重心长啊 他因为这个场景 就当年共产党起家的时候 那不就是很多老百姓 去给他们送吃的吗 对 所以其实是没有人想到的 所以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 说真的有那种 被开枪的危险 我是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 我后来离开北京是因为觉得那个拖的时间太久了 因为从戒严开始 一直到后来啊 就每天那个状态 天安门广场那个状态啊 其实后来那个状况也不太好 就是比较脏啊 空气也比较污浊 然后学生呢 那个因为长时间在那个地方待着之后 那个精气神也不像一开始聚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么高的热情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 我当时就认为就长期这么拖下去 其实是并不好 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天安门的那个会议里头 就是每个学校都有一个代表 在天安门的那个纪念碑的三层的会议上开会的时候 我就讲 我说其实是应该撤回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既然可以把学生组织来 这是一种能力 如果我还能把学生组织回学校 这是一种更高的能力嘛 更何况你回去了 你上学了复课了 其实共产党也没有理由去镇压你了 但是你由此就争取到了 你可以自由上街游行的权利 那就很了不起了 你还想避其功一亿 一次去解决所有中国的政治问题 那不太可能对吧 我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 年纪轻轻会这样想蛮难得的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参加学运 也是太阳化学运 在那个情况下 当然台湾是民主社会 可是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要冲到底 然后争取最大的权利 通常不会提早觉得 我们先建好就熟 比较不会有这种心态 我觉得可能是民主社会 跟共产社会上面的一些 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恐惧 我觉得是相对少 但我的观察 因为这个学生运动 我参加完之后 就街头运动 在这种街头运动中 包括这种群众运动中 越激进的这些人 往往会得到认可 越是理性的 实际上不太会得到认可 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群众中 你喊的口号越激进 你会赢得越多的支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是明显有这个感觉的 当然因为激进吸眼球 这是一种方式 可是那个时候太阳花 还有一种做法 大家那时候讨论 是把太阳花当作一个指标 其实是让民众觉得 对他们有好感 所以因为你太激进 社会比较容易不支持 所以还是有包装跟行销成分在里面 好像不完全是一定要走到 不过年代也不太一样 那八九年 然后我们那是201314 所以大家会想到更多的 就是宣传跟那个网路形象 这方面的事情 那可是你刚刚说到 你自己都有参与六四的时候 那在央视里面 大家会讨论到说 那我们六月四号 我都在那边了 那六月四号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在新闻上面讨论吗 不是的 我跟你讲 就是说央视内部的人 很多人在六四期间也参与了 What 所以大家私下会讨论吗 当然了 就是因为大多数是同龄人 就是我进央视之后 我30多岁的时候进的 其实央视的主创人员 基本也是30多岁的 我们基本都是同时代的人 同时代的这批人 其实当年都参加过八九六四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在央视工作的人 当时比我们年纪大的一点 比如说40多岁的 当年八九六四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央视工作的人 其实也有一批人参与了 你们可能没有印象 因为当时你们在台湾看的不太多 央视当时的主持人薛飞和杜贱 在念那个戒严令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不抬头 那天晚上该他们俩直白 让他们去念戒严令 他们俩就 他们也没有办法违抗 对不对 就新闻联播 但他就不抬头 一眼都没有抬 其实是抗议 所以大家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不太爽的 他们这个播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 这有点像台湾对周子瑜当初道歉的那个印象 对 就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情愿的 后来他就从央视就离职了 还有我们当时新闻部有一个主任 其实他当时就支持那些记者 到时候去线上去拍 后来就被拿掉了 我们内部 居然那时候央视内部会有人 想要叫人去拍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每年开年会的时候 他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都知道他是因为八九六四的时候受影响 这辈子的永远上不去了 永远上不去了 大家都很尊重他 我现在三观尽毁 我把他想象 因为在我最大人来说 央视就是大外宣 不是 因为其实他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 这个单位中间 这是由一个个体构成的 对不对 而且八九年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社会动员的程度 是延伸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 每一个角落里面 人民之报也上街游行 当时那个媒体中间 有一个家叫科技之报的 科技之报也是共产党办的报纸 科技之报当时报道 八九六四的时候 报道是最多的 天天的第一版 全部只是图片照片 然后你们还不知道 警察上街游行 就是警察最后都上街游行 所以就是体制内的很多人 实际上在八九六四的时候 上街游行 支持学生 这一点不奇怪 所以央视内部的很多人 参与过八九六四 并且同情学生 支持学生 这个实际上不是秘密 很正常 那可是接下来的三十年 每次遇到六月四号的前后 可能三四天 就是基本上全网要 那不止三十天 后来到 整个月之类的 从五月四号开始 到六次就不行了 对就是 然后网路上有四的 或者是小说里面之类的 有这种字的都要进到 可是我好奇的是 那个时间 那你们要做新闻的时候 尤其是这么多人有参与过 那你们那时候内心 会有什么样感受啊 我跟你讲 大多数我们这些人都认为 八九六四 早晚有一天会平反 只是现在就是这么控制而已 但是历史 它总归是律史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军队镇压学生这件事情 你从任何角度去论述 肯定是错的 对没错 对不对 你现在只是不让老百姓知道 或者说你不让大家说 但是终归有一天 允许说的时候 允许讨论的时候 这事情还需要论述吗 所以它一定会被平反 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是因为现在中国政府 的控制跟洗脑 是用整个科技在做的 其实年轻一代 他们可能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年不是才一个直播主 在带货的时候 然后就会是要拿一个 什么样蛋糕 就搬车了嘛 我说哇 你真的好蠢哦 就是你要渔民 然后要控制大家的思考 不让大家知道律史 之后反而 会被反咬一口 这不就跟国民党当时 控制那二二八不一样 对不对 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最终开放党禁的时候 大家重新去讨论 然后二二八就重新 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我相信这个大陆 也会将来吧 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我感觉起来 你对中国的未来 还是挺抱有 蛮光明的希望的 尤其是至少在我们 是因为台湾人嘛 那我们看的时候 尤其习近平才刚连任 第三次 然后maybe未来会有 四五六七八九 都可能看他 在谁的器官来换 所以就在我们眼里会说 哇中国这样下去 是真的有希望的吗 我们蛮悲观的 就是看你用多大的 历史尺度来看 不是说台湾现在 太不了解大陆了 我只能这么讲 因为你会跟你讲 89年的时候 台湾有记者在大陆做采访 而且还受伤了 差点被打死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们连这个历史 你们自己作为台湾人 都不清楚吗 完蛋了 记者 就台湾的记者 在大陆采访 当时受伤了 所以就是你就知道 就是当年 其实台湾的媒体 是比较关心大陆的 就大陆有比较 重要的事情 他一定会派记者去 当然后来 也因为大陆他限制 他不允许台湾的记者去 太多 然后台湾说实在的 这些年 对大陆的兴趣 也在下降 就是他对大陆的事情 没有那么关心了 因为过去 他有大中国意识 他认为大陆是沦陷区 到底关心 现在认为这是中国 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吧 等着外国 对吧 好像也是说 以前会派很多记者 常住在那边 可是因为台湾人 其实采访没有那么方便 越来越不方便 角度也不好弄 所以干脆就很多都回来了 还有因为也正常轮替的 他带来了一个副作用 就是台湾 其实对大陆不了解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超危险 对 是的 我也觉得很危险 对啊 这样子 大家容易走到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把大陆当作一个对手 然后我不说这是不是对手 他至少是威胁你的存在 你肯定要了解他 对啊 如果你不了解他 然后你还需要做判断的时候 那你肯定就是很危险的 因为就容易误判 对吧 没错 我之前在上海读硕士 我在中欧商学院 中欧商学院 对我在那边读两年 然后就发现说 其实中国很多方面 跟我以前去之前 是完全不一样 那里面就很多正常人 就有点像是你刚刚在跟我讲说 其实央视里面有超多正常人的那种感觉 对 只是大家因为现况而不方便讲出来 或者是外面看不到 其实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 感觉就是这样 对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央视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是他是主持人 他其实这个 他自己买车的时候呢 他就找到北京市交管局 他说那个 我想要一个车牌 就是叫8964 那北京市的交管局局长 请他吃饭的时候就说 他说 我可以给你这个车牌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事情 你仔细想一想 这个行为 因为他担心给他带来麻烦 因为他是比较 比较著名的主持人 哇 后来就 最近的是吗 不是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后来他就要了一个 跟那个8964 比较相近的那个号 都捡一只 其实你们很多人还是有 有风骨 有骨气的 可是 在这样 你们都有这么多媒体意识 或是民主意识等等 你们会不会看现在年轻人 他们可能比较不在乎 可能被教育影响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很烦 或是想教育他们 或是瞧不起他们 会不会有这种代沟感 就是 我觉得瞧不起倒没有吧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因为媒体一旦被管制起来 他不能讲话了 其实老百姓他 他认不清 或者说他会有误解 甚至表现出来那种 比较愚昧 这是比较正常的 对不对 因为人只有知道了真相的基础上 他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 你不能认为这是人民的错误 普通老百姓的错误 是管制者的错误 是管制者 他们有意把人民塑造成这样 这好统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肯定不能应该说 去指责这些普通老百姓 然后就说 因为你看 你们自己没有看清楚 是有人不让他们看清楚 对吧 那你以前在央视的时候 会有跟那个外媒打交道的机会吗 外媒打交道的机会不太多 不太多 你们会不会也不喜欢外媒 有时候用他们的角度去看中国 然后 那倒也没有 当然我觉得就是外媒 也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原因 他们其实在中国参访困难重重 说句心理话 首先是中国政府规定 中国人你都不能在外媒里头当成记者 有这种 明确的规定的 明确的规定 就是说 那但是外国人 你想他到中国做采访 他其实最便利的是 聘请中国人在外媒里当记 对不对 但是不可以 所以说 那个他只能请中国人在那里面 做助手 助手 然后这些外国人在中国 如果你不是在中国长期驻扎的话 你其实对中国的社会的了解 肯定是有限的 所以外媒报道中国 我认为除了那些资深的国际大社 CNN 华尔街日报 什么之类的 他们有一批长期报道中国的记者 那就在中国一驻战就驻战 10年 15年 他们可能对中国比较了解 报道质量也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不是有这么强的 积累的 你在中国你报道的时候 质量就很难 很难很高 那你怎么看现在就是这几年 中国把那么多的外国媒体都赶走了 这是多好啊 就把那个这个有经验的报道的赶走了 来了没有经验的 报道质量下降了 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外媒 这个水平很差 有一次在抹黑中国 所以你为什么要管 可是这样子也会发生说 你刚刚说台湾人不理解中国 现在是全世界都开始不理解中国了 这样子整个世界会 就是反而很危险 就是说对从他统治的角度来讲 从统治的角度 他其实就是希望这样 对不对 你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才好呢 对吧 你全世界都跟中国对立 其实才好呢 他很容易利用 对 对吧 就是舆论上好操作 对啊 是啊 对吧 所以你看中国的事情 只要贴上中国和外国对立的标签 所有的问题就都特别简单了 就不需要遵循正常的思考逻辑去思考了 你在央视当记者这么多年 你私下讲话都这样吗 大家都知道你就是这样想吗 对啊 大家都差不多 你这样不会被打压吗 你会不会爬不上去 你底下的时候 大家说话这样是没有人在意的 你怎么知道哪些人可信 哪些人不可信 那对 你怎么在里面都知道说谁 因为我们是最基层的那个单位 并不是天天跟台长打交道 台长天天要考虑宣传口径啊 跟那个中宣部打交道 我们这些最基层的这些单位 其实是一个生产车间 那个生产车间的那个那些头啊 就是制片人呢 其实跟我们的私人关系也都很好 他们说实在的 平时说话也跟我差不多 那不会有人偷偷去打小报告吗 台湾叫廖北啊 我怎么知道这些人 会不会有些人偷偷录音 你怎么知道谁可以信任 都正好讨厌你 他就偷偷去捅你一刀 就是我就是讲了 在央视里面啊 其实就是他那个职位那角色 跟个人角色相差其实挺大的 就是包括西门中心的主任 甚至是台长 我们挺比较熟悉的台长啊 私底下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也差不多 哇哦 哇哦 只不过他是那个 比如说是台长 副台长的时候 那他必须执行这个指令啊 但其实他内心其实 跟我们也差不多 大家就都在叹气 就是 哦好酷哦 所以就是举报给他 我也不怕 那你们会不会 有时候就不认同上面的指令 然后跑去跟台长吵架 就说啊 你还是应该要多 有的 为我们想想 有时候这会有角色的那个冲突 当然有 就是说 他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 就是说 这个事情 明确有中宣部的指令说不可以做 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是基于平时的判断 认为这件事不能做 揣摩上意吗 就判断 中宣部的判断 不一定是揣摩 他因为长期的宣传过程中间 会形成很多禁区嘛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争取 我们就会说 你判断不一定准 或许也可以做 对不对 先做嘛 做出来再看呢 因为你在体制内 乱媒体 你必须天天的跟这个 这条线打交道 对 因为有时候这条线是明确的 有的时候这条线是大家猜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围绕这条线 天天 你作为媒体人 要试 这个线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其实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 大概有没有四五年 前应该有四五年前 在台湾的也是电视台 做过节目大概两三年 因为很多电视台 还是想要在中国做生意嘛 所以他们觉得 你可以讲中国的不好 但是进去不要碰 西藏跟新疆两个不要碰 可是台湾那个时候 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底层的人觉得 是因为台湾人 搞不清楚那条线在哪 所以干脆就 什么都不讲 什么都不碰 可是中国人反而自己 他会跟你的线跳舞 对对 反而你们会比我们了解 线在哪里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我们是天天跟线打交道 因为每天就有人告诉你 这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对吧 如果你要是 你如果不跟这个线去试的话 你就几乎做不了什么了 如果你要想做事情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 过去大家都认为 同性恋这个话题不能讲 因为在大陆 同性恋的话题 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对吧 因为台湾现在是合法了 但是大陆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在这个像主流媒体 就是央视这种平台 是不能讨论 同性恋的话题的 但实际上我们的栏目 后来只有 做了一期同性恋的节目 那那时候是怎么样 让他审批过的 对 所以就是从哪个角度去做 对 你们用什么角度 最后做的是 比如说隐婚群体中间 另一半的痛苦 就是那些人 他明明是同性恋 对不对 但是他由于社会的压力 他必须要结一次婚 结婚的时候 他跟那个人 又没有任何感情 结果那个群体 成了一个 完全被受伤害的群体 他们是无辜的 对不对 对 然后就讲这部分人的痛苦 然后又讲了一些 同性恋的群体 由于受到歧视之后 所带来的 比如说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这么之类的 从这个角度切进去 我们就做了节目 做完之后 我们的主任 其实在总结节目的时候 说你看 大家都认为 就是这个同性恋 这个地方 不能做节目 最后新闻调查 做出来的节目 而且通过了审核 播出之后 没有任何一个领导 说不可以做 这就是非常好的 就是至少往前走了一步 对 把线往后 对 所以就是示出来的 这个线就是示出来的 那这条线 其实感觉得出来 至少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你们就一直在 把它慢慢推 推向开放的地方 对 习近平上台之后 你们有实际 实质上感受到 那条线再往回推吗 实际上不是在 习近平上台之后 发生变化的 在更早 更早就有了 对 因为你要知道 共产党跟媒体的蜜月期 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因为那个时候的蜜月期 它并不是因为 共产党的理念变了 而是因为共产党认为 你媒体这么搞 帮助我做一些监督 但是呢 你在往前走 最后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最后你实际上是 威胁到 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因为媒体 因为媒体这项权力 你只要是 你不限制它 它最终一定会变成 一个第四种权力 你开始监督了 而且它监督的话 它往老了往前走 对不对 你走走走 就走到体制上去了 走到体制上 所以你看 所以在06年的时候 以南方周末为核心的 为代表的 这个平面媒体 就受到整肃了 就是06年的时候 南方周末的被整肃 就是当时南方周末 有一个评论员叫常平 共产党就不让他 在南方周末继续干了 勒令南方周末 必须让他离职 包括广东省委宣传部的 这个人 直接到南方周末 来就任他们的 那个总编辑 这样的话 就把整个的媒体 控制住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 这个媒体改革 在平面媒体里头 南方周末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新风 当时他们就是 以接避 接各种各样的避案 其实而著称 他们那个新年彻辞里 曾经写过一段话 就是叫 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这段话在90年代的时候 曾经感动过很多中国人 叫一指风行南方周末 而且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那是中国 我会觉得这个地方 是有新闻自由的 是的 对真的啊 所以从06年的时候 就是媒体的环境 就已经开始慢慢变差了 Oh shit 但是到 我们感受到都还早 对 外面看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 就是06年的时候开始 就是经济越来越起飞 然后大家只看到经济那一面 对 大家私底下都会聊 中国会更好 会政治改革 对 其实那时候 大家都在讲的是改革开放 我不知道是06年 在内部实际上 就是那时候开始 对对的 所以等到习上台以后的时候 那就是更加变本加厉了 就从12年以后 那个时候就 就就 应该说 比我当年在90年代做媒体的时候 那就已经完全是 两个时代了 那你内心待在央视里面 你看到这个线越来越收紧 你有没有 心里 怎么去面对这个 我在这个 2010年以后啊 我在央视的位置 其实是越来越重要的 就是我 从一开始 我进去是做记者 后来做 纸片人 后来我做 新闻评论员 新闻评论员在我们中央电视台 是 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这么一个 一个这个岗位 那你是怎么爬上去的 需要 做什么吗 也没我没怎么爬 需要睡台长吗 央视往上爬需要睡觉吗 女的可能 男的没人 男的没什么好睡 男的没有机会可以睡 没有机会可以睡 可能同志议题还是不够开放 对就是 这评论员当时 他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就是叫名嘴 你什么人都可以去 当然大陆 因为你在央视那个位置上 要做新闻评论的话 要经过一个特殊的审核机制 全国一共只选了三十个人 全中国 然后我们自己台里只选了两个人出来 我是就是这两个其中之一 哇 四十一人 对 然后呢 但是因为我就是当了新闻评论员之后 就是老犯错误 因为所有的评论都是直播的 哦 你会不小心讲出心理话吗 就是你一不小心 你讲完之后 领导就说 你怎么今天又这么讲 因为你平常都这样讲话 所以你 对 你没有信息 几次之后呢 领导就觉得我这个 其实不太可靠 他就觉得 你不是说你很清楚现在哪里吗 还是你就故意讲这么直接 但是就是说 一方面这个口径会越来越厌 另外一方面 它毕竟是那个直播过程中间 你的价值观有的时候 你各种各样的因素吧 总而言之你这个马脚露出来之后 后来我做了大概三年吧 就不让我做了 也是蛮久了 就不让我做 不让我做了之后呢 他们也是撑了三年了 然后就是让我在一个 很闲散的部门里头 待了大半年 什么事情我也不用干 就养着我嘛 然后后来我就说 那我我想做事情嘛 我就去新闻调查做 处置人 处境记者 他们怎么会 你都已经有问题了 还把你放去调查记者 对 做新闻调查记者 那因为新闻调查的调查记者 出境记者的重要性 不如那个 新评论员 评论员 评论员是个招牌 央视评论员是个招牌 那我那正好我到新闻调查 做出境记者 我觉得也蛮好的 那也比较发挥出 我自己的这个 做调查记者的这个长项 只要能让我一直做 那我觉得也还可以 只是后来就是那个 口径就越来越近 我蛮好奇 那时候做评论员 做了三年 其实蛮长 又在央视这么大的平台 你走在路上 是大家会认得出你的吗 会有 会有 对 这不奇怪 那人民会跟你说 我觉得你这样很棒 帮人民发声什么 会有这些交流吗 其实做新闻调查 是更明显 对 因为做央视评论的时候 你评论都是一些 比较宏观的那个新闻 但是你做调查记者 你做的是某一个新闻事件 把痛处的 对对 然后你做 因为我们是一个 50分钟的节目 他说做的比较 比较深的调查 对对对 尤其是社会上的热点新闻 往往那个 有一段时期内 在国内形成了这么一个风潮 就这个新闻众说纷纭 其他的媒体都在调查 但是没有人调查清楚的时候 网上就有人说 这个时候应该请王局出马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做完之后 这个事情基本就盖棺定论了 大家对你的信任 对 然后你的调查是非常清楚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调查记者 你那时候可能做了 有一个什么案子 或印象最深刻 那太多了 就是当时中国社会事件 过程中间那些热点事件 我几乎都参与了 每年能差不多做十几期节目 对 你应该没办法潜入了 对 没有办法潜入 对不对 可是你们 有啊 有啊 你可以潜入理想 这样大家都认得你 大家不是会认得你 做调查记者 他拥有的这个能力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得有点不要脸 就脸皮底厚 就比如说 我那个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到了一个单位之后 就是进他们屋子里头翻文件 直接翻起来 直接翻 还是你只要说 就是趁他们不注意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 把我们请过去啊 或者我们不是请我们过去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他们看我们来的时候 不想接受我们采访 他就把我们晾在那里 然后他们就说去请示领导 然后就没人管我们了 没人管我们的时候呢 我这个时候就 我经常会 就是我就到走廊里 转来转去 看哪个房间 门开着 我就进去 进去之后呢 我就在桌子上翻嘛 翻文件嘛 我有好几次的调查 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翻到了极其重要的文件 哇 真的很赶耶 对啊 可是这样子 会不会危险呢 对我记得中国的调查记者 其实之前都有人被打死 或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央视的记者 还是这点 还是有一点点特权 要打死也不会打死央视 对他会打死那县级的 真的 县级的 或者是市场化媒体的 没有级别的 那他们就真有危险 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 那央视的 你在警察来了之后 你一掏这个记者证 他就怕你了 所以胆子就比较大了 所以说国家力量 在调查国家当张事啊 其实 这边我有个问题想问 就是 你在央视这么久 一定有一些时候 你们需要做一些 可能内宣也好 外宣也好 那时候 你们收到这样的指令的时候 是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这没办法 这个你 就是这个 你做这个工作啊 你就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妥协 比如说十六大要召开了 这十六大召开的时候 你要报道啊 你只能说你尽量少报道 但是你不可能不参与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这个机构里头 你要在这里工作 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 这是没办法的 我也做过十六大召 十六大的节目 你现在翻我这种中央电视台 过去的节目中间 十六大的节目 江泽民讲话 那什么之类的 我还做节目呢 对不对 这是没办法的 如果你什么都 就是这些东西你完全不碰 那你就不可能在这个赶快上工作 那随着我自己的那个 在央视的地位变高一些 是吧 我到新调查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那个 这个新调查的制片人 讲一些条件了 我就说 我在新调查有两个要求 我说第一个要求呢 出差让我一个人睡一个房间 因为按照中央电视台的 出差规定 出差之后 两个同性必须住一间房 我受不了 我说我这辈子 我长了二十年了 没有跟同性一起睡过觉 就不要折磨我 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说 不要让我做正面报道 那制片人就都同意了 所以我最后在中央电视台的五年 我应该说是 没做过什么正面报道的 你有印象 你要讲出什么 最夸张的违心之论吗 就是在新闻调查 就几乎没有 新闻调查不用 但之前 之前 资源当然有 会很痛苦吗 你可以头部台吗 不行 不敢 就是你头部台的话 你付出的代价就是 太大了 就是你不能在这工作 对吧 因为那个你只有在历史的关键时期 你不抬头才有价值 有点像是 就是在八九六四那一天 就是那个宣布建议那一天 你不抬头才有价值 你平时说实在来不抬头 牺牲掉了毫无价值 我们只能这么说 我们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然后你就失去了这个工作 是吧 所以要牺牲的话 也要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牺牲 平时的牺牲是没有价值的 各种道理 我懂 我懂 我完全懂 但我跟Ken比较属于脑冲 我们没有想这么懂 我们热血 血一上来 就 我们整天在对民进党政府比东子 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说this is wrong 因为你不会牺牲嘛 对对 对吧 这个是没有代价 当然当然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想 如果你要是 做这个举动去有代价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 我什么时候才举这个宗旨 对不对 对 其实最近我们 最关键的见到他时候 你才指 对 你没有见到他时候 你指没有意义嘛 没错 真的有点太常乱指 对 我们要在关键时刻 喊出哇哦台湾 没有用 这是那梗 那个好 我这边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网路上 就是中国很多网友 就其实反贼在那边的 我一直喊说 王菊 其实是一个大外宣 那可是我好奇 在在央视的眼里 大外宣的必备条件会有哪一些啊 因为我们觉得 你就是被贴标签是大外宣 可是我们先反个问题问你 如果你真的是大外宣 你会怎么做 对 说算大外宣的话 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现在在外网上 也有一些中国的媒体嘛 就是什么中央电视台 在YouTube上也有啊 还有那些中国新闻社 在推特上也有啊 人民日报也有啊 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他不讲中国的坏的地方 他这样不就做的不好 没质感 但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啊 对啊 是不是要做 就是他做的有质感 很细腻 你想一想 就是说 如果他们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要需要把这个共产党破坏到这种程度 那其实这个也得不偿失啊 对不对 你要知道 他们不了解共产党 共产党其实根本不在乎外宣 他们根本不懂 真的 因为共产党认为 在境外这个宣传 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 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 怎么看我重要吗 我现在GDP 现在天天在发展 我中国国力这么强大 我哪天我不高兴了 我就收拾谁 我想收拾谁就收拾谁 你们这些人怎么看我 我在乎吗 我还以为共产党会很在乎 他根本不在乎 他们太不了解共产党了 真的 我跟你说 因为现在的共产党 跟40年前可不一样 40年前的共产党 老毛那个时期的共产党 他能力很弱 他虽然他专制很强 但他其实能力很弱 所以他需要像什么斯诺啊 这些人给他宣传啊 你知道了吧 现在的共产党 实际上能力 你得承认 他是很强大的 当然 在全世界只有美国 可以跟他拜拜手腕 其他哪个国家 还能跟他斗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意你们这些中文群体中间 怎么看他吗 我跟你讲 他现在的外宣群体 他做些什么呢 他做些留学生的工作 做一些华人商人的工作 但是他通过什么系统来做呢 他们通过他们大使馆 他们大使馆里有那么样一套系统 说实在这市场上 就是YouTube上这些天天 分析实事的 他根本不在乎 尤其是这些骂共产党的 就天天骂共产党 听床师说什么习上礼下的 共产党什么马上又完了 社下大办法垮了 他根本不在乎 这些人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他也不认为你们这些这样的话 对他构成威胁 所以我跟Ken其实可以去中国玩了吗 如果这我不在乎我们 我觉得你们去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也是这样觉得 但是就 要是我们还是不行 我们要调关键的时间 因为他要看身份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我 我拿中国护照 我像你们一样说话 他就收拾我 但是你拿台湾护照 他就不太敢收拾你 如果你拿美国护照 他就更加不敢收拾你了 知道吧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用对的护照进去 就这么简单吗 对啊 像我 我现在要回去 肯定是把我收拾了 那毫无疑问 可是为什么 你说他竟然不在乎 外面的人怎么看他 为什么一定要收拾自己的国民 他让大家闭嘴 是不是 对 就是他要让你恐惧 他不需要让你信服 就现在整个这一套体系过程中间 其实你能信服就信服了 他靠那种什么 厉害了我的国 大国局体 民族复兴 这套东西去灌迷汤 对不对 凡是你不服这一套的 你不信这一套的 他就让你恐惧就可以了 因为为什么台湾人 会这么care大外宣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会一直觉得 中国在对台湾外宣 包括什么渗透啊 或者是统战 大外宣他有啊 他说你们那叫黄志贤 什么之类的 那些人 那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对吧 这是有可能的 台湾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他在 他在台湾还是培养一些人的 而且我认为他培养这些人 目的也不是为了宣传 他也知道这些人在台湾说话 其实台湾人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相信了 对不对 他其实准备的就是他将来终于有一天 如果真的决定打台湾的时候 这些人会在那个过程中间发挥关键作用 对不对 比如说他三天之内把台湾打下来 台湾马上组织一个台湾各界人民群众 这个自治联合会 跟大陆签一个和平协议 就用这些人 然后蔡英文就被列为战犯了 对不对 就都淘起来了 然后他就跟国际社会讲 你看 这台湾人民自己搞的自治组织啊 跟中央政府谈判啊 签订的和平协议啊 19条啊 跟西藏当年是一样的啊 那你国际社会搞什么 这个角色一定要台湾人来干 不能让别人干 对 所以他必须要从现在开始持续的 一直要培养这样的人 对吧 如果你到时候临时找 你找不到 你也不知道哪天打嘛 但一定要打的时候 必须需要这样的人 马上组织一个台湾各界的 甚至有民进党的 有国民党的 什么各党派的 然后工农商学兵都有啊 组织在一起的 跟大陆去谈啊 然后很快就签一个和平协议 台湾人自己管理 你看国际社会 还有什么干预的理由呢 很有道理 对不对 就像那时候俄国不是逼那个 他们打下来的一些乌克兰地区 然后去自假的假公投 当然了 意思一样 然后他们就可以说是乌克兰人民自己的选择 对 对不对 然后那是一小撮台独分子 我们已经收拾他了 他已经被历史的车轮撵过去了 台湾问题就解决了 是不是 自己国内的问题要先解决 什么 解决不了 这个你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不是靠这个方式 你只能让他不打 他真打了 这个东西都是现成的剧本 对不对 是啊 一点办法没有 他到那最后一部的时候 演那部戏的时候 演的好不好 演的像不像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吗 对不对 那个资质会里是搞一百个人 还是搞一千个人有区别吗 没有 对不对 对吧 不过我们台湾人自己看 我们觉得那种中国 不管是认出来 还是在YouTube上 这些抗中的反共的网红们 你们好像很常互相互喷 我没有喷过他们 就有很多人喷你 我没有 想说你们是不是不太团结 我没有喷过他们 我觉得他们就是说 大多数这些人吧 可以被称之为叫异议人士 不能被称之为是民主人士 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懂 什么叫民主 什么是自由 对吧 他们只是反对共产党 他们讨厌共产党 但是讨厌共产党 不意味着你其实就是一个 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事 我认为这两者之间 是有很大区别的 就像反共的人里头 他既有西方的自由主义的 这批意识形态 也有希特勒 希特勒当时也是反共极先锋 是吧 所以不能用反共 自动的把他们归类为 他们都是自由主义阵营 我认为其实很多人反共的人 就是希特勒 他只不过这些人是没有机会掌权 他们掌权比共产党还坏 你的看法跟我们之前跟乐乐法力聊 一模一样 乐乐法力的看法跟你一模一样 很多人可能从小在中国的体制上要长大 他们刚醒 刚醒然后发现共产党不好 可是习惯了那个行为模式 所以现在推翻了以后 可能弄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像你说的 就是跟希特勒没两样 因为他们常年受共产党的洗脑教育 他们除了这套艺术形态以外 他不知道其他的 他对民主自由的理解 都是停留在概念上 是吧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理解一个正常社会 我认为我的这个行为 基本是一个正常社会里面的正常行为 但他们容不下我 是不是 天天给我贴大外宣 标签 搞我 还有人要杀我 这个很可笑 你会被影响 你的心理上 我影响很小 但是你要说要杀我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就是还是有点过分 当然 对吧 可是你应该没有走在路上 真的有遇到威胁过 那倒没有 我相信在日本这个社会里头 他们不太敢这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种行为本身 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面对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们跟他们宣传的价值观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哪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人 会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 他们看不惯的人呢 对吧 那共产党还没有这么威胁我吗 就是说 他们比共产党还要狠吗 对 他们最多让你不回家而已 对吧 这些人甚至就是说 拿生命来威胁 你刚刚一直讲民主思想 民主的这些风潮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的支持者吗 我说我觉得我是个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 对 但民主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 其实更重要的是宪政 就是对权力的限制 至于民主的形式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讨论 因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形态都不一样 是吧 有的是内阁制 有的人是总统制 有的是直接选举 有的是间接选举 那些都算在民主制度里 对吧 人也要有中间形态 你比如说像新加坡 你怎么界定他呢 他虽然说是威权制度 我觉得他是法治国家 但不是民主国家 对吧 他是个中间状态 对吧 因为我觉得新加坡生活也不错 是不是 我们华人社会里头 不能变成新加坡也可以啊 对不对 是吧 那你比如说像日本常年 他基本上是自民党 也没有其他的党啊 而且他的那个政治 基本是世袭的 是不是 所以我个人觉得 本质上来讲 说对权力进行约束 就不能有绝对的权力 至于统治形态 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的嘛 那有些人会觉得 中国太大了 不适合民主 你怎么看 对我们在网路上 蛮常听到 尤其是粉红 或者是对 就是说你让民主决定什么 就是投票决定什么 你不能决定一切 那其实你让投票决定一切 肯定也是乱的 你中国一投票 可能就分裂了 对不对 是吧 这个我觉得也肯定是不能 随随便便的让投票决定一切 就台湾现在你也不搞公投 说独立嘛 大家会害怕 对不对 投出来跟小的不像 不是 是这个投下去 一定美国跟中国 不不 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你 这个领独主权 这个地方 不可以通过投票来 来进行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 投票你要有限制 如果我们把那个这么大一个国家里面 我们把那个选举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 实际上这个投票就没有太大问题 对吧 较小的区域 区域内 比如说选举出来这个总统 他的权力没有那么大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其实这个选举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大部分的总统权力都不会到太大 对 就是说我的 所以我的意思核心开始说 权力要得到限制 而不一定说 一定要投票决定 如果投票选出一个普京那样的人 那又怎么着呢 那不是照样打乌克兰吗 那普京就是选的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重要吗 希特勒也是选的 对吧 所以我一直认为 在反对民主 每个人都讲那个 对对没做法 不是民主 我觉得普京是比希特勒更好的例子 普京就是选的 他是俄罗斯民意的选择 对吧 所以他们其实是权力没有受到限制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在我看来 因为我其实本科读的是政治学 就是核心是限制权力 限制限制 就是说不能有绝对的权力 哪怕人民手中都不能有绝对的权力 不光是统治者 因为美国的权力法案里面 他讲的就是说 你不能有国教 然后你不能以任何名义限制言论自由 哪怕你人民也不可以 国会不得通过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力 国会是谁啊 国会是人民啊 因为人民授权给国会可以立法嘛 所以权力法案中间就是说 国会不得制定以下法律 限制的是谁啊 限制的是人民的权力啊 就是人民你也不可以剥夺 某一个群体言论自由 那这个是美国宪政的核心呢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最重要的是权力不能绝对化 这个是比那个选票还要重要 就是假设有新的宪法出来的时候 这边就要从 对我觉得这个是无比重要的 其实我跟你讲啊 你怎么理解过去40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间 缓慢的社会进步啊 因为中国实际上在选举制度上 在过去的40年是没有任何进步的 我们知道吧 对不对 没有吧 但是你得承认中国社会 在过去的40年是在进步的 那这进步提醒在哪呢 是他的权力 在法治逐渐完备的过程中间 受到了有限的限制 因为过去没有法律嘛 老毛的时代 这个国家一共只有两部办法律 一部是宪法 一部是婚姻法 一部是刑法总则 他靠这两部办法律 统治了30年 这个国家 所以那个国家就无法无天了 那后来改革开放以后 杜耀兵上台以后 他就开始逐渐的立法啊 现在有了民法典 有了刑法典 那有了这些法律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权力逐渐受到了一些限制 我们当然不是说绝对的啊 绝对的就变成一个法治 国家了 中国大陆 我觉得好像有 对不对 变成一个法治国 因为他现在显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吗 但是他毕竟是有一个法律条款 摆在那里头 你去可以按照法律条款 去跟他讲了 你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对不对 他即便违法的时候 他也要粉饰一下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 就是社会在进步 就是说他的权力 受到了有限的约束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解读中国过去社会的进步 你要从权力受到约束的角度去解释 才能解释得通 如果你只是把选票当作是中国进步的维度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你怎么解释 你就毫无进步 那肯定不是 他肯定是有进步的 对不对 你如果这样讲三四十年前 那个起始点蛮低的嘛 所以那个你要看 当然是有进步啊 那现在退步的是什么 现在退步的实际上也不是选举嘛 共产党本来也不搞选举嘛 现在退步的也是权力不再受到约束了嘛 对 就是说习近上台以后 他过去的规则破坏了 然后呢 那些制定的法律条款 他也完全不在乎了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心 就是说过去邓小平时代 他缓慢的制定了一些法律条款 制定出来他大致还是遵守的 但是现在他不在乎了 他制定出来这法律条款 他都 他随便去废纸啊 那这 我们就是巨大的退步嘛 对吧 所以你要用这个维度去看中国社会 你才能 才能看得准确 那你刚刚有讲到说 其实如果权力不受到限制 或人民决定很 或是中国突然民主化好了 中国可能会分裂 这个其实我蛮常听到 这种说法的 那你怎么看 是不是代表中国可能 你那么常跑 那个基层 这样是不是代表 习近平必须要掌权 不然中国会分裂 而且中国人这么想要分裂 就是如果我要是设计这个改革的方案 不要着急搞投票 先把法制建立起来 说实在如果没有法制 第一投票 没有那么很危险 就像有人说的 第二就是他如果没有一个法制约束 就我说的 有可能选一个普京这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首先建立起来一个 类似于像香港这样的制度 香港原先也没有选举 对不对 但它是一个法制化的社会 而且公民也形成了一个 怎么说的 法制社会的思维 就是大家对游戏规则 法律的尊敬 在这种基础上搞选举 才是一个正常的路径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着急 这么着急 搞出来就一定是报名 希特勒 是吧 就是让这些海外这些 比共产党还坏的人 去掌权 那些听闯事啊 我不会就是一杆打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 那台湾反攻大陆啊 哦哇哦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自己加油 来台湾人加油 在大陆台湾发展点 国民党和民进党 对不对 因为蔡英文到北京转一圈 当总统多好啊 以后大陆就是台湾的了 这席下 席下太上 对对对 怎么样爽吗 我觉得你们那边很难搞 第一新疆跟西藏 我们一定搞不定 我们可能就干脆 我们去会直接让他们独立啦 直接让他们独立啦 我们去到那边一定独立 对 蔡英文不让他们独立 台湾人就会暴走 如果想要搞 如果要搞中国 就去那里掌权 全部独立 中国直接瓦解 对 这个我们可以 我们直接先让那个什么 广东先独立 对不对 先让广东独立 就站立最强的那几个地方 广东 你这个想法 因为钱现在不在你口袋里 你其实你就会很大方 对啦 当然 等到钱到你口袋里 那些税收 你就不这么想了 对没错 对不对 我可以理解 我知道我知道 完全理解 因为那钱太大了嘛 我们 你比如说现在你说台湾这个 云林想独立 我觉得也可以 OK啊 说美国加州独立 我也可以啊 反正地方 反正不干我 因为不是我们 不是因为台湾 我们也会说 某些地方独立 其实OK But 我只是在想 苗栗不是一直搞独立吗 对苗栗 因为我们去苗栗都要戴护照 苗栗王 对有苗栗王 对不对 对 常被谈论笑是金门 对我们是开玩笑 对不过 我只是在想说 假设有一天 真的 就这种事情发生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光是两边的民情 就差这么多 然后两边的人的 不理解跟不认识 差这么多 然后突然是同一个 领导人的时候 这绝对会出大事的 也不一定 那你两德在统一的时候 那些差异比现在要大得多 这是两个德国 那个时候的差异 那东德和西德 现在跟大陆和台湾之间差异 要比这样更大 对不对 也是共产跟美国扶植的政府 这两边 没有差什么 没有差太多 所以他 那你现在 其实德国的总理 其实都是东德产生的 对吧 基本上用30年的时间 40年的时间 把这个鸿沟 慢慢的就是给消灭掉了 我跟你讲 其实历史有的时候 是被塑造出来的 不是自然形成的 台湾和大陆之间的 现在这个 大家互相之间的疏离 是因为分离本身造成的 因为你比如说你们台湾人 说一段话 像脱口秀 那梗 我可能听不懂 当然 因为我get不到那个点 文化其实不太一样 对 大陆的脱口秀 可能你们也听不太懂 对不对 对 就是我在说话阴阳怪气的 可能台湾人读不懂 但是大陆人一下就读懂 对 我觉得你们讲话好不直接 你们的脱口秀 就是说 那文化 文化不同的 对 但是你只要 搞在一起 搞几十年 你就一样了 我跟你说 日本人当时统治台湾50年 当时很多人来中国话 都不会讲了 对 老讲到了台湾之后 说都跟我讲中国话 搞了搞几天 天天搞这个反共大陆 台湾人不跟他一起 去反共大陆吗 因为很多不想这样的人都死掉了 不是啊 就是我跟你说 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 人的可塑性是在所有动物里最强的 就我刚去玩那个波兰 回来 其实那边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真的如此啊 就我就老讲 当时就是说 那李登辉当时他都是日本人了嘛 对不对 那后来一夜之间不都变成了中国人了吗 然后还要天天讲反共大陆 他怎么做到的 所以这件事情的难度 没有想象了那么大 我跟你说 大陆如果把台湾打下来 那个那个搞那些台湾的人 就是自治 搞不了十年 教材一换 倡议永金进行曲 十年以后 我跟你说 那所有的观点都变了 人的可塑性极强 我觉得人的可塑性很强 可是像你这样的人 就你看你现在还是这样 我像我这样的人 我像我这样的人就得流往海外 你知道了吧 你看香港其实现在就是在发生这件事情 香港你不听话的 你不听话的 通通给我滚蛋 对不然就滚到英国去 到英国去 然后剩下的人 教材一换 十年时间洗脑 所有的香港人 就都认可中国的一套体制了 非常简单 他们幼稚园现在都改了嘛 所以我们香港听众 现在香港的警察都倡议永金进行取了 提政部 对吧 没有改不了了 所以我跟你说 其实历史挺残酷的 我觉得是啊 真的 我觉得是啊 其实你去年有去那个乌克兰嘛 对不对 对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觉得说你一定要去那边亲眼看 因为这个两个因素吧 一个就是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大事件 就非常大的事件 它有影响非常大嘛 第二个就是 没有来自于大陆的媒体去到这去做报道 没有一家都没有 甚至其实台湾的也好像也几乎没有 非常非常少 我觉得呢 因为中文信息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污染的 因为尤其是大陆 大家都是用俄罗斯通讯社的那个消息 说就是这个乌克兰已经把俄罗斯逼到份 逼到这个忍无可忍了 无需再忍了 就需要搞他 是不是 甚至包括像布查 那个屠杀都是假的 我就觉得 就是你没有去现场 你只听俄罗斯的通讯社的报道 这对一个14亿国家的国民来说 这是耻辱 我觉得其实 原先我在国内我是肯定去不了 领导说那不肯定让你去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在国外了 自由了 对 我唯一缺的就是没有人没有钱 但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对不对 我只有一个人 你的那个VISA怎么处理 他让中国护照 对 后来我们就向那个乌克兰的国防部申请 去端端做采访 这个省了一个多月吧 哇 你就用有点像个人身份 有点像 我们在东京 他要求我们提供什么 他要求说 我们在东京就成立了一家新闻社 他说你这个新闻社有网站吗 我说我一天之内给你做出来 我们一天之内做了一个网站 出来给他们看 然后他说你那有记者让吗 我说我一天之内给你做出来 我们又做了个记者让给他们发过去了 最后就 他叫什么 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 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记者 他们没有因为说你们是拿中国 没有我们是在东京的一家媒体 不会看你的护照 看护照 看护照 但是就是我们在日本 你是东京的媒体 东京的媒体 对 没有人 需要找日本人帮忙你成立这些通讯社吗 还是你自己就可以弄 自己就可以 没有限制 这是个自由社会 然后后来因为我没有导演 所以像我就在日本签了一家纪录片公司 他们给我派了三个人 然后国内有一个志愿者出来说 他说王菊 我不要一份钱 我自己出钱 我跟你一起去 这个人就先飞到乌克兰 帮我们打钱站 然后在日本还有一个朋友 愿意跟我一起去 我们五个人就去了乌克兰 你这样子大概花多少钱 花了十几万美金 十几万对三百万 你们这样需要做战地训练吗 没有什么训练 我们又不去冲锋打仗 可是再怎么说是战地 你们去的地方也是相对危险 到那个地方 他有一个就是无国界的记者组织 他给全世界的记者 到那里采访了提供一点帮助 就是比如说你要这个钢盔啊 防弹衣啊 他们会提供 你去签个字 他就给你提供了 你在乌克兰期间 你可以穿着这个 离开乌克兰之前 你还给他 酷 你有遇到什么很危险的状况吗 我们去那个巴赫木特 就现在打的最激烈的那个地方 就现在还在争夺的那个村庄里头 离前线大概三公里吧 你刚还说不危险 我觉得现在就危险 就是那个炮在旁边炸 就是我们能听见非常明显的炮弹落地的那种 那个声音 但是我没有见过 就炮弹在我们面前爆炸 他见过的我可能也就完蛋了 但是就是 你去往前走 冲到里面的时候 那个过程就炮声隆隆 我们平时看电影的那个炮声隆隆 那真实的在你耳边响起 这个 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做了很多采访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讲 他说你是第一家来自中国的媒体 有的人说 你是第一家来自亚洲的媒体 很多 跟我都是跟我讲 我觉得我很骄傲 因为其实我不是代表我一个人 我还代表我们整个说中文的人 甚至代表我们黄面孔的亚洲人 对吧 因为我去那个牧师 他就讲 他说你是第一个亚洲人 我看到 我好把锅 他说 因为他想要让你知道说 中国那边收到消息 都是假的 对 就是明明这些屠杀 就这么发生在面前 结果中国的网络社会里 中国的媒体上还讲都是假的 对不对 就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也很好讲 就是因为没有记者去 那我去了 我当时问他的一个细节 我说中国人 就很多人认为这是假的 那个牧师说 他就指在前面那个房子 他说就是那栋房子里 当时俄罗斯人在他 在他的面前把他的妻子 孩子刷死了 他的腿也被打断了 我说你能带我去去看一下吗 他说我不去 他说我怕看见他的眼睛 你知道吗 他说我看见他的眼睛 我受不了 就是你捕捉到这些细节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些谎言 是多么经不起考验 是吧 那这就是 就是因为没有人去 其实去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对吧 就我现在没有限制 因为你去 不过因为真的就是你去了 可以讲出这句话 对 这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说 我们如果要去 我们一定会很害怕 想说我们又没有受过训 我不知道那里的状况 其实现代战争 跟传统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二战时期 都是大规模的那种 无差别的那种轰炸 是吧 现在战争已经有区别了 他攻击民用目标 攻击普通人 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在 很大的 而且现在因为 就是现在这种视频技术 媒体技术的发达 你炸死哪个地方的人 马上就报到了 所以俄罗斯 他虽然很残忍 其实他你要跟 当年日本人在 搞的那个屠杀比起来 那完全不是一个两极的 所以普通人 其实在那个地方 威胁有没有 有 但是没有想象那么大 记者在乌克兰期间 死了有八到十个人 这一年下来 对对对 但是 以前的战地记者 对对对 那还是安全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 是值得冒的吧 尤其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 你一辈子 你有机会能够去战地采访 去看战争中间 人的生和死 去看人用武器互相残杀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 只是这个职业啊 你这一辈子最高的荣誉 荣誉了 你在央视待这么久 你经过这么多审查 跟各种打压 然后你为什么可以维持 这个那么强大的记者使命感 对啊 你这个信念 对啊 这个信念 我跟你讲 人的信念 往往是在被打压的过程中间 才会产生 在一个非常平和的社会里头 人不太容易产生 极其强大的使命感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对不对 为什么曼德拉 可以坐二十多年的牢 是因为他在被迫害 如果他是在正常社会 他天天晚上可以逛酒吧 泡妞 你让他去坐二十多年牢 他坐不了啊 是不是 同意 是吧 因为那个强大的迫害过程中间 他产生了使命感 他可以忽略其他的东西 所以人越是在一个 怎么说 不太正常的社会里头 你在环境里啊 你才容易产生使命感 我要像你们一样 天天可以 哎呀 夜夜生肖威士忌啊 什么 我也可能就不去了 我们也是有一点使命感 一点点 可能没有到战地 最多就到波兰 要再进去可能就难度比较高 难度比较高 那你怎么看大纪元他们的报道 大纪元他们的报道 我觉得怎么说呢 他们还是用情绪代替事实的 这个层面比较多吧 因为共产党迫害过他们 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们其实找不到一个平和的方式去处理 他把共产党当作一个仇人 但是共产党又是中国的执政者 对不对 那你得承认共产党 他其实在统治中国的时候 这些年他也有进步 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没办法承认 他的仇人 还把经济搞得不错 是不是 所以最后他就陷入到一个非常荒诞的逻辑啊 就是天天用一种比较假的啊 虚假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然而骗自己也骗他自己的受众嘛 这个说共产党有九千万人退党啊 什么一亿人退党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很不好 因为我对海外中文媒体的总体印象不太好 就是很多人都把愿望当作了事实 对吧 就是他们很讨厌共产党 他们也希望共产党赶紧垮台 但是呢 共产党又不垮怎么办呢 那么他要自己骗自己 麻醉自己 所以就比如天天传一些 特别恶劣的虚假的消息 比如说三峡大坝要垮了呀 习近平就被暗杀了呀 马上要下台了呀 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我们一直都有看到 对吧 很多人热衷于传播这样的消息 是不是 其实他们不知道 其实共产党统治挺稳固的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你得承认 你如果你要把你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倒台上 你肯定会活得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怎么说呢 郁闷 对 因为我就不这么想 他统治统治好了 我知道他化不了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当作目标 但是我 我的目标是什么 就你统治可以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道理 我还是要指出来你做的哪个不对 你哪个是错的 我要让老百姓知道你做的不对 我把目标定成这样 我就不把这个说 要把共产党搞下去 我没有这个目标 所以我不会像他们这些人活得那么 怎么说 那么郁闷 至少目标有层级了 如果你放一个 基本上不可能达成的话 这整天可能 我认为那个目标 其实价值也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上台之后 有可能比共产党还坏 就是我们追求的是 在中国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 还是说把共产党搞下去 如果你要是追求的是 在中国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 其实共产党 现在也有改造的可能性 对不对 听起来也蛮乐观的 因为我认为 中国社会将来的变革 一定是来源于 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 才有可能 因为它这个高度控制的社会 因为它没有什么 其他的社会组织 你指望民间社会去反对共产党 最后形成社会变革 没有可能性 我认为它最后将来发生变化 也一定是类似于像俄罗斯 当时叶林青这样的人物 出现之后 才会出现社会变化 所以你说它有没有 机会发生变化 它一定是内部 可是我们以为 这次习近平第三次上台 就等于把 他好像反对派都弄下去的感觉 别急 我就说 就是不要 就很急 这是台湾人的角度 很急 我们每天看他们威胁 又看赌烂 对 战机最近又来这边 一边拍MV一边绕 对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我的目标是 希望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 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变成一个正常社会 而共产党 它主要改造了 变成社会民主党 变成日本共产党 那有什么不好呢 刚刚讲的话 或者台湾 我跟你讲 国民党你现在跟40年代的国民党 也已经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当年他也是个窥子说 是一个威权统治 极权统治的 他们原来反共 现在变成亲共 当然是不一样的 不就是说 他现在他已经变成了台湾社会制度中间 可以相容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他跟当年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 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不对 那台湾社会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就蛮好的 没有通过激进的革命 把他们国民党都抓起来 判刑 枪毙掉 然后最后 国民党慢慢慢慢的变 变成了一个可以推动台湾社会 共同进步的力量 这不蛮好吗 其实我刚刚想说 就是听了王爵的这些想法 我开始可以理解为什么他那时候对四通桥事件 会跟比较多人不一样 嗯 你说比较务实 或是从你一个理解共产党的角度 你用你的务实角度分析 务实加保守派的看法会是这样子吧 因为我觉得非常厉害 要是我 我今天如果是你 我被迫要留在日本回不去 我一定把他共产党当仇人 对我就变大纪元 对我一定变大纪元 大纪元驻日本代表 Fuck you 真的 还可以这么务实 其实某种程度也算有抱持着一点希望 我觉得蛮厉害的 那你想想梁启超当年被清政府被干到日本来 他在日本一共住了12年 然后后来在1905年 清政府派吴大臣出洋考察的时候 考察宪政的时候 第一站就到了日本 然后梁启超做了什么事情 你们知道 什么 他们替那个考察的吴大臣写奏折 你能想象吗 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了不起 对不对 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境遇 因为他当时是清王朝 鸿铜铜铜鸡犯 抓回去肯定要满门操战的 但是他知道 这个当时清廷的晚清立宪 对这个国家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能学习像日本那样的制度 那整个这个中国就有希望啊 所以他不用自己署名 他替吴大臣写奏折 我觉得梁启超了不起 我愿意这样的人 为自己的榜样和开幕 我自己的境遇啊 所以没那么重要 我其实可以重新适应 我在国内的时候 所拥有的那些东西 我现在到了日本之后 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名气啊 所谓关系啊 工作啊 但是呢 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我认为我已经跨过了 我当时刚刚被赶出来的 说那种那种状态 我觉得我现在还能通过我的节目 参与中国的社会进程 我的节目现在很多人 内地人在看啊 甚至国内的那些 共产党的官员也在监看啊 哦 还在监看我的节目 他们会私讯跟你说 哎你讲的不错吗 有啊 我的朋友到东京来 他们共产党的那些人说 你去东京了啊 那他们都知道 跟我的关系 那王者你有没有见啊 你打电话 那人就不好说 说我没见 可以见一下吗 哇 所以那些节目做的还可以 我们每天看 这真respect 对啊 对啊 可以做人做到这个地步 真的真的了不起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是吧 对 是吧 那我个人被封杀了 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我们应该永远到不了 这个境界了 对不过 我真的蛮感动的 真的 respect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日本啊 日本很排外哎 为什么不选一些澳洲啊 这种感觉 反贼多一点的地方 这个比太远嘛 因为我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 没有想到我就彻底回不去了 没有那么想 我只是说 我在蛰伏两年 忍一下 我还可以回去干 然后 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在回日本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做 其实我在这已经待着两年了 我也慢慢习惯这个社会了 然后我还挺喜欢日本的 因为吃的比较接近嘛 然后再一个 大家都是黄龙人 不说话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人 那么 树立感 是吧 一看就是不一样 是吧 所以我觉得日本社会 虽然很排外吧 但是呢 它是东方文化 它东方文化是什么呢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但是我们中国人 隐藏在日本社会的时候呢 就还挺相似 不太容易被分辨出来 你知道吗 我要是个黑人呢 我在日本就挺难的 他们很辛苦 我真的就很辛苦 去歌舞伎听找你 歌舞伎听很多 在内工作黑人 当然还有一位 就是台湾其实 对大陆这方面的人 也不太友好 也想去 去不了 其实居然来 可是也会有些 其实我觉得 就是如果这个时候 是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华人国家 我觉得蛮好的 当然一个前提 是可以自由的前席 你知道 就像英语的 英国你不想 你去美国 美国不想 去这家 就是如果这个 华人社会这几个国家 互相是割裂的 其实是几个国家 其实意义不大 对不对 就是说你大陆人 去不了台湾居住 你去不了新加坡 对不对 因为英语世界 那个国家 它的魅力就在于 英国人去美国生活 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流动性很高 对 是的 对 没办法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现在就是有政治问题 不然的话 当然我也理解 因为台湾害怕 大陆把台湾给 反胜 震透 真的是防不胜防 因为现在真的就是政治问题 我们其实一直 期望有一天 就是大家都可以正常的交流 正常的交流 正常的 我不抱希望 那我们说期望嘛 希望 挺难的 挺难的 可是至少回到 可能2000年的时候 那样子 至少啦 我觉得那时候 算是relatively open 只是那时候 要贬低国格 对啊 要贬低国格嘛 要贬低国格啊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 拿自己的国旗出去比赛 I don't like 我讲的那现在可以 对 你讲的那现在可以 不过我 我对台湾 就是这个普通的民众的印象 是很高的 就是很善良 嗯 就是善良这个品质 实际上是 也是制度有很大关系 人在专制制度下 实际上是很难表现出 足够的善意 我觉得人与人的信任感 对对对 就是对陌生人的善意 对啊 这一点 这个我觉得台湾和日本都很好 对 但是中国大陆就 就就比较糟 我每个中国的朋友 都这样跟我讲 他们都说我去台湾 都可以去任何家上厕所 对 他说这个在中国是非常难的 他说我厕所在楼上 你自己上去 我讲了一个那个例子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不是报道了一个 就台湾有一个陆沛回大陆 哦 对对对 利亚吧 利亚 对对对 他回大陆之后 他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被卡住 回台证 就就被卡住了 他又放过他 被卡住了 对对对 被卡住了之后呢 那当时是台湾有一个中学生给我写信 他说王菊 这件事情你应该报道一下 他说 哎 我才注意到这个心 我就报道了一下 报道了完之后 那个这个主播 他就给我说 他说你你随便用我的东西 你删掉了啊 我没有看到 然后我就删掉了 但是那件事情 我我发现就是台湾的观众和大陆的观众 在这件事情的表现截然不同 大陆的很多小粉红就到我的底下 他说你看 人家那个利亚说的话 打你脸了吧 他就说说我啊 说我的报道 说你看 你你被打脸了 就说我说我被打脸了 明明共产党没有卡的 你看 最后人家自己都否认了嘛 而台湾的观众都是说 他说 哎呀王菊的意思就是还是帮助他 你知道 就是想帮助这个利亚 而且到利亚底下去说 也都是说 其实日方局就是想帮你 你知道吧 哎呀我就感觉到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你知道吗 所以我对台湾的观众 这个这个 普通的百姓之间的这个 感觉是非常好的 他没有人会来 就是来质问我 都是你看你报错了吧 你侵权了吧 没有人侵权我 好有趣哦 中心还是中国的粉红 你侵权了吗 然后整天在哔哩哔哩搬别人的东西回去 对啊 哈哈哈 你们有权利的概念 对对对 你知道我们节 我们的节目有人搬 I know I know 只要我们访偏蓝的人 节目就会被搬去 我超惊讶 我们访绿的 读的都不会被搬去 他会剪一小段 对 都说你看台湾人就是 什么也很爱中国之类的啦 我觉得我们以后一定要放一只小熊维尼在我们 哈哈哈哈 因为是这样子才不会被搬回去 好 哈哈哈哈 啊今天其实 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高兴王菊来到我们这边 而且我们在一个很奇怪的 小房间 而且我 你都不怕 其实我很开心你信任我们 对你都不怕 然后来一个饭店 然后在这里我们 不知道做掉你 或 你都 就是 不要这样说那么恐怖的话 不过我很开心 你愿意先来 我真的好奇 我真的好奇 就是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因为一定很多人对你也有兴趣 网路上就这样私讯你 你需不需要做一些防范 我看什么类型的 就是普通的 一般的人说 因为今晚会有人发私信说 请我吃个饭 跟我喝个茶 我一般是不答应的 一个是我也很忙 另外一个确实我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来头 因为共产党现在海外 他有的时候 他做事情没底线 对不对 但是记者这个职业的 我一般完全都不排斥的 对 就是所有的记者 要跟我见面 哪怕是不做节目 我也愿意跟他聊一聊 同行吗 对不对 明天早上我还 就给BBC做纪录片的 他当天在非洲做那个 中国人在那 那种搞了一帮非洲小孩 哦 在跳那个 拍那个的 拍那个纪录片 那个导演 他明天上午 哇 好酷哦 最终我就很 我就很开心 这种交流 我都是很开心的 今天我们很高兴跟你交流 你跟我们讲的超多 很酷的故事 这其实是台湾人比较听不到的 对不会听 应该就是根本听不到 对 因为央视 里面那么多事情 对啊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 谢谢王菊 希望有机会来台湾 我们可以招待你 也希望台湾的观众 都关注我们的节目 没问题 那就是在在YouTube上面 直接搜寻王菊 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的节目 是一个了解中国 真实情况的一个 比较好的创口 好 谢谢王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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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